大家百无禁忌 我们在这里刚刚注册成交 看到五千二百五十万 红磚的棺材团 今天你看看这里的范围环境 现在讲的是星期五的下午五点半 那边就冰雨冰雨冰雨石厂 冰雨冰雨石厂石厂 有一些的棟堂 一般来说 静位的时候你可以做这些棟与 或者棟堂 或者做一间车房 不太回收的那些行业 就是给你选择买一间棟与 或者买一个车房 买一个棟堂 买一个棟堂 来看看 旁边这里的时候 就是世界棟业馆 九龙棟业馆这里 这个就下午五点半 到时都已经开始拉闸了 这次讲的时候 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 日雨轻和和平导堂 这个位置 门面挺阔的 这里稍微读一些资料 这里就讲的 门阔都讲了三十四尺 深的时候五十一尺 是两边门面来的 一边就向温斯路街 另一边就向华丰街 等下转过给你看看 前后就讲的是四间铺 三个不同的租客 和平导堂这边 兼向另一边街 和这个是日雨轻 已经成了大厦 这里就讲的是 红磚 温斯路街 在这里就建筑品值2000只 实用大概是1500尺 门幅34尺 深大概51尺 就去到另一边 两边的厚面 转账成交了 五二五零马 四个租客 纽令大概50年左右 原本业主要很复杂 70年时12万马 拆完拆完又拆 拆完又分拆又拆完 搞完一大量东西时 2015年用698万马 总之很复杂 我都搞不清楚几千万马 这里是红磚隧道 这里又穿过去 外面大概是黄暴的方向 去到海底隧道 等车稍微过一步的时候 过去对面 大家看看那个门面 这边就向殷儀馆的方向 这边就前面去到那边 说到环宇 九龙 殷儀馆 曼国殷儀馆 还不想说太多殷儀 但是总之在这里 过去这边就穿过去巷仔 就先看另一边的华丰街的门 穿过去巷仔 就进来华丰街 说的是这个 宾舍路街和华丰街27至28楼 就是这两间铺铛 和平导堂 和这个人客的位置 再去对面给你们看真一点 这个巷仔转过来 这边全部都是一些导堂 一些石器厂 看看就是这个人校位 和和平导堂 这里已经留上了 这个楼高的时候 地下就是一二三四五 就是六层高的位置 加起来的时候 合共是五千二百五十万成交 现在这些位置的时候 不是对人买的 有优势 那时候就叫做四间铺 两个门面有需求 楼高六层 三分钟博收狗 但是没有人收狗 就重建些什么了 但是就比较 注意事项就比较静位 和这些二入难出 和好处时这些 棺材段 都是一些业主就自用督 外来人 比如投资 很多人不是很努力 所以回答回 如果这个是车房反而值钱 因为车房的时候 那些人慢慢没有 照看回报 而且车房永远就有需求 不会楼上铺帚 又不会说网上有得搞 但是反而 这个殡仪这些段 包括我在内 我买个百多间店 我都比较不老义 就比较少一点 这里就作为一个成交比较 这个corner位的时候 我曾经跟你说过 当时还说什么 是适合做殡仪业的时候 就曾经整个corner位 就成交了2780万 你看回我之前 第2635单成交的时候 我都有提过了 2780万 这大个corner位 原本业主2002年的时候 还用405万进来 就2780万 就卖出了 见租秘积3000只 实用1551尺 整个大个corner位 这次回到店铺 就是旁边的 回到这里 就是和平道堂 还有就去日雨轻 这里 5250万成交 即平均每间店铺 大概1300万 不算便宜 我想我不明白 过买家的原因是哪里 但是总之感觉不算便宜 不是个人会买的 但是要买开 做开生意的话 买来业主自用的话 或者由租车转做业主 可能会合适的 五分之一 十分超帅 一分收拾就要一个五分位 八无甘计 大家不要忘记了 太乐了 我不是的 我不是的 好了 不论 好 好 笑 好 íe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